在人们印象中 中国的革命先驱都是成熟干练 久经考验 然而查阅他们的生平 发现其中许多人都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 他们信仰坚定 对党忠诚 为了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当时他们不过二三十岁 如今在和平环境下的年轻人 又是如何看待百年前 那些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的同龄人呢 从他们的身上又能得到哪些启示 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